在命运的长河里 我们都是时间的灰烬 那些美好与痛苦 已经消散成回忆 如果不是因为你 他根本就不会认识许个人 你小野远一点 你是他弟弟 余生的每一天 我都会好好陪着雅王 说雅王 以后你在哪 我在哪 雅王啊 你这次回来到底有什么目的